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文学我说的几点 一个就是把文革的灾难 我们确认的四人班是罪魁祸首 把所有的罪恶放到四人班的头上 那么打倒了四人班 这个历史就终结了 新的历史就开始了 叫做新时期 那么我说这也是修复历史 因为在这样一个 确认四人班为文革的灾祸 这样一个同时 我们也确认了一个主体的历史 和历史的主体 主体的历史就是说 这个历史其实始终 还是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 只是有四人班 四个祸害 把这段历史搞坏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 四人班祸害的历史中 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虽然受到迫害 但是他们依然怀着对党的忠诚和信念 你像这个天云山传奇 大墙下的红玉兰 那么像这些作品都是这样 像山痕这些作品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一种表现 你像这个孔杰生的在小河那边 他那种伤痕呢 就显得非常的 这样一个 非常具有个人化 和更具有私人性的 那种颓废 那种绝望 而这些呢 当时被看成是山痕文学中呢 不太健康的 太阴暗的 太消沉的 太消极的 这种文学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说在王某的小说中呢 他和这样一种 时代的主题呢 有他的差异 王某呢 他是一直在质疑 这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 他们出来之后 老干部是不是能够 依然履行他的 这样一个 承担这样一个社会的重任 因为在当时 确实这种特权阶级 走后门 等等这些非常的严重 所以王某呢 他对这个有他的疑虑 在这个王某的作品中呢 我举出了几个例子 是吧 像叶的眼 其实这其中提到的 他揭示的背后是特权阶级 当然王某呢 他始终有一种理想性 所以你像春之深 这个火车 火车是破旧的 破烂的 但是有一个内蓝鸡的车头 这象征着大 是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小说 这种预言化非常的简单 也非常的直截 然后在这个车厢里面 有一个学德语的妇女 她还抱着一个孩子 是吧 所以这一切呢 都是富有余意 但是呢 这个小说 依然可以看到 它的那种低沉 结果它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晚上 是天亮之前 还要穿过一片坟地 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穿过一片坟地 是吧 然后早晨还是有一段的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的小说 采取了很多象征的 预言的 这样一种手法 所以你都可以看到 小说的修辞 它是比较简单的 它通过一种象征和修辞 比喻这些东西 来反映时代的一种心理 但是王猛的小说呢 它还是以它的意识流的方式 手法在当时 超出了别的小说的表现方式 至于它这个海德梦 也可以看到 它写知识分子这种创伤 那这种创伤呢 它地图呢 要摆脱这种创伤 地图要给出一种希望 其实它已经很明明白白地写出了 这个时代把一个人 一个知识分子 耽误到了52岁 还没有结婚 是吧 那么这种身体的 个人的一种创伤 和民族国家的命运 它要构成了一个质疑 构成一个质疑 所以它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它还总是要 想着海 想着梦 年轻时候的梦 是吧 那么这一切呢 总是要走过这样一种历史 总是要 要向前看 所以当时叫做 那么 团结起来 是吧 团结一直向前看 这是思想解放运动 是吧 就是最终是要向前看 那么这种历史的创伤 我们不能总是 停留在一种历史的创伤性上 所以要向前看 如果说不向前看 在这样一个历史当中 我们怎么去 去建立我们民族的信心 这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 对政治家来说 我们知识分子都会说 中国人反思 文革反思的不彻底 所以后来我们文革就不讨论 包括意识形态论争 在八十年代后期 第二天就提出 意识形态问题不讨论 那么我说 三横的深化 它就引起了这样一个 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一种讨论 其实在文革后 我们的文学 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的讨论 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问题 文学和政治的问题 就是文学要离开政治 文学是政治的传生童 还是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在五六岁年代 这毫无疑问 这是不用讨论的 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一部作品只要思想 这样一个表现的主题正确 它才是一部好作品 艺术它总是其次的 在文革后 这个问题 八十年代初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就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文艺与政治的问题 和这个人性论 人道主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文学 它要表现复杂的人性 要表现人道主义 而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过去是作为资产阶级的 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是吧 是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 它虽然说有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 其实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无法界定 无法界定 它只是一个口号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 人道主义 有什么区别 和资产阶级 人心论有什么区别 这些在理论上 它是无法理清的 因为你要说 社会主义 人道主义 是为了最广大 人民的人道主义 是关心最广大的 贫苦的 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心论只是 资产阶级表现 他们的那种 贵族老爷的 这种悲悯啊 这种 比如托尔斯泰的 那种情况 我觉得这样一种表达 它都是很无力的 在意识形态强权的 这样一个语境当中 它的逻辑 也许能够建高 但是显然 它是经不起多少的 多少的这样一个质疑的 所以80年代以后的 这样一个文学思潮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文革后本是斯坦巴兰的 私下解放运动 是吧 它开始讨论这个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其实当时讨论了很多 现实主义的问题 那么形象思维的问题 美学的问题 当时是美学论 就是 这个大家知道 当时所谓的 我们说美学的四大派 四大派的 这个在50年代 我们就说过 是吧 50年代就有过讨论 那么 蔡毅是客观派 这个高尔泰 旅营是主观派 主观前是主客观统一派 其实主观前 主客观统一派 还是主观 李泽后是客观社会派 他认为是客观社会属性 美的本属性在这 他的逻辑 他的这样一个美的定义 是来自马克思1840年的手稿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所以那个时候 为什么美学那么乐 这和思想解放运动 也是相关的 年轻人就说 我可以审美 我有这样一个 美学的这样一个欲求 我能够审美 这是了不得 过去说美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 只有资产阶级才讲美 大家看过南京路上好八年 资产阶级的这个 这个 臭气 是吧 资产阶级它是 虽然说他们撒着香水呀 穿着这个很漂亮 但是呢 他们思想意识 是颓废的 没落的 堕落的 所以那个时候打扮 他穿得漂亮 这个是资产阶级的做法 那是意味着腐朽的 没落的 那乌产阶级就穿得破破烂烂 但是他们精神是向上的 是向未来的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 现代性的思想 是吧 有一个落后和一个进步 一个是向后的 一个是向前的 它对历史是这样一个划分的 所以八十年代初 突乱间敢于这个 有敢时髦了 那么其实呢 在当时和整个经济的这种松动 它是有关系的 大家会知道 那个时候歌唱的是什么 邓丽君 邓丽君原来是迷迷之音 其实邓丽君啊 这个对中国大陆 这个思想解放运动 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思想解放运动 它一方面是要什么呢 它是要观念 这些观念概念 我们说蒙农诗啊 山寒文学这些东西 是吧 它提供的是一个观念 思想啊 有些情感 但是呢 这种艺术的这种冲击 像邓丽君的那些歌 在东南沿海 这些地方的进来 那么它是很厉害的 你一唱这种暖绵绵的 和日君再来 是吧 这个整个武传阶级革命的斗志 马上就消除了 是吧 那么 然后这个 都是那些 非常暖绵绵的唱起来 当时其实大家会知道 那个李古义 唱的那个叫什么 香炼 是吧 他用那个气声唱法 当时这个还要讨论 这个用气声唱法 就是自然阶级的唱法 是吧 无自然阶级 都是这种 在那吼是吧 在那叫 在那叫 那时候李双江 是吧 李双江 李双江本人呢 文革期间是犯过一些错误 这个 那那个 被认为是 某些方面有些问题 然后被下放到一些边缘的地方 但他呢 唱的歌呢 是典型的革命歌曲 是吧 那个小小竹牌 江中游 红星闪闪 照我去战斗 是吧 我们那时候唱的歌呢 我迄今为止 我因为 唱过无尚级革命歌之后的 现在流行歌曲 我一首都不会唱 因为我们那个腔调就是 一唱就是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是吧 那北京送歌 我爱无止沙 我爱万全河 我们都是唱这个 是吧 我为祖国守边疆 都是这种 是吧 那么最多的 唱的这个浪漫一点 是美丽的夜色 是吧 这个 草原之夜 是唱 当李国义 用这个气声唱法的时候 他说这个唱法是资产阶级 因为上气不接下气 是吧 就唱得好像气喘吁吁的 这个 这个就觉得非常奇怪 但是呢 李国义的所到之初 那个时候 受到这个非常热烈的怀疑 那么都是年轻人 一遍一遍的 所以有时候 李国义说他 那个时候一天 要唱几十场 唱那个歌 要唱几十场 嗓子的都唱哑了 但是他还要唱 只要他一出来 人民就轰动 因为那种情感 他没有经历过 就是那种个人都被压抑的情感 他一下蹦发出来 所以这和文学上的这种 人心论和人道主义 他们是一致的 就是一个人 在呼唤 大写的人 是吧 所以代号英文说的 人啊人 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标志性的一种口号 那么 那么其实当时的这个 79年之后 我们很多文学刊物都 有的是副刊 有的是创刊了 当时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影响很大的 争议也很大的 重放了鲜花 重放鲜花 就把五六十年代的一些 有争议的小说了 变成集子 这个放在一起 包括很多了 里面像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作品 百合花也好 那个 有一些被禁的 不是 不是百合花 有那个 我现在也忘了 大家可以去把这个作品 进来看看 里面有很多 在五六十年代 被认为是 毒草的 那些作品 现在叫做 重放了鲜花 是吧 五六十年代 被作为毒草 被禁了 还化剧的救救它 那么当时引起 大的反响了 这个剧本的苦练 然后 人妖之间 是刘兵燕的 人妖之间 当时都引起 很大的争论 当时 我说有代表性的 时代的呼喊 就是戴后英的 仁阿伦 那么 戴后英呢 这个是 他的事件 他的故事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他跟这个 早年 他跟文杰呢 有过这个 一段恋爱 其实都结婚了 订婚了 但是是 订婚了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订婚这个概念 是在什么意义上来使用 那么1964年 按说这个 戴后英那下 应该是26岁 那个时候文杰 应该是 文杰比他大得多了 文杰应该是 1938年出生的 那么文杰可能比他大 二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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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大和英三八年 大和英三八年 对对对 六四年 他二十六岁 大和英二十六岁 文杰更早了 文杰那个是四十多岁 应该有四十五岁左右 文杰那个四十五岁 可能比他大 将近十七八岁吧 这个样子 可能 那个年代就大很多了 是吧 那么 文杰长得很英俊 是吧 中年汉子 文杰 但是呢 大和英当时很激进 他是一个文革的 审查小组的组长 就审查文杰 大和英啊 是文革小组的组长 审查文杰 那么你看 他是他的 他们是订婚了 结果他要代表组织 来审查他 文杰呢 就受不了 受不了文杰就在 屋里是吞煤气 自杀 所以 这个对大和英的 刺激挺大的 所以文革后 他写了 《冷啊冷》 但是 戴晓英自己呢 也蒙受了 这个不幸 96年 他是被 他的一个学生 杀掉的 那个学生呢 他 就是帮助他 资助他 他后来 因为讲 人道主义啊 讲这个 人性论啊 所以人道主义 人性论有时候 有时候滥用 滥用人道主义 也不行 他经常 请那个学生 到他家里去吃饭 所以学生 对他家里的情况 摸得很清楚 有一次的学生 趁他不在的家的时候 跑到他家里呢 去偷东西 结果 进屋被他发现了 结果这个学生 就把他杀了 同时还把他的 一个侄女杀掉 所以这是一个 一个非常 非常这个 令人不幸的 不幸的故事 所以讲人道主义 这对人道主义 是一个很致命的 一个打击啊 这个小说呢 据说是根据 诗人文杰的 深屏经历创作的 它虽然是讲的是 知识分子在 反右运动中 遭遇的厄运 并且对文革时期的 这个文化专制的 进行了一个揭露 所以它是展示了 知识分子的心灵和露体 所遭受的种种磨难 那么在这里 戴晓威 几乎是一种 非常 吉悦的那种 叙述的方式来 表达 对人的那种 呼唤 对人的 价值 人的尊严 的一种呼唤 小说的后面呢 它有一个后继 这后继是典型地 概括了那个时代 人心论和人道主义 这个是 戴晓威在后继里面写的 他遭受过历史艰难的 人 理所当然 应该认识到人的 现实意义 在这部小说中呢 这个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是这样来连接的 这是 这是我的一个概括 后面一句才是他说的 就反省一代知识分子 所走过的曲折的历史 看到那充满血泪的 叫人心碎的命运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于是 一个大写的文字 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 人 一直久已被唾弃 被遗忘的歌曲 冲出了我的喉咙 人性 人情 人道主义 那么戴后英自己呢 在反右的时候呢 是 据说他有一次批斗会 跳到台上 去 批判 前古龙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 前古龙写过这个 关于这个文学是人学的这样一个文章 就被作为当时人心论 人道主义的最大的资产阶级 反动权威的代表 所以他跑到台上去 据人说当时是他摔过他一个耳光 打了他一个耳光 所以 最据人家说 那么他自己说 只是上台批判过他 所以他对此的非常的忏悔 然后写了这个 因为其实当时这一类的作品很多了 我多的我就不 无法一一举例 那么书里面有写的希望大家浏览一下 这里提到的是方芝的内奸 方芝是施了寒冬的父亲 施了寒冬大家会知道 写大烟塔 现在也写小说 在当时的这篇小说 蛮有震动性的 他是讲一个拥护共产党 为看了做过贡献的商人的故事 这个商人当年冒着生命危险 救共产党的干部 但是解放后就被当做内奸 他受尽的折磨 那么方芝是他试图写出 人的善良美好的感情 是如何被践踏 就是我帮助了共产党 结果还被当做内奸被除掉 所以他是讲到 当时要关心普通人的命运 他是这些人都是为党 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 但是他们结果落得很不好的命运 他是想来做这个 想做这种标数 成为atively small 这种gender感情 コ Ever J Zig Buck 朗语 durante